Bly Pink作为韩流代表性女团 因而成为了不少时尚品牌的宠儿 例如早前Rosey成为了其中一位 初次亮相Mate Gala的韩国女IDOL 而珍妮近日也为香奈儿拍摄了全新形象照 近日据有韩国媒体报道 四位成员将会一同出展巴黎时装周 可以说很期待了 虽然是一同前往 不过他们四位身为四大品牌的品牌大使 自然会在不同的秀场亮相 估计珍妮将会现身香奈儿秀场 这就参加Dior的时装秀 Lisa或邀观看Celine最新系列 Rosey则会出席一位SL的时装秀 其中在2019年 四位成员也曾参加不同品牌邀请出席时装周 不过当时智秀还不是Dior的品牌大使 而是出现在了Barbary在伦敦举行的时装秀 因此他没有与其他成员一同参加巴黎时装周 25日在韩国人穿机场 Rosey和智秀现身机场 雕材英一头金发 穿西装 撒气十足 智秀遭大风吹发 但仍然有凌乱的美 据悉当天Rosey身着的简单品价格 就高达3357万韩元左右 天鹅绒领姿甲克的价格为375万韩元 口罩为5万韩元 运动鞋为82.5万韩元 迷你包为255万韩元 Alia Crop Passion为130万韩元 球团项链为282万韩元 X符号的60戒指为1615万韩元 装饰钻石的结状戒指为612万韩元 这一身的心头真的是价值不菲 巴黎时装周被认为是世界四大时装秀中 最富盛名和最领先的时尚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一群人同时参加这个活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 Bly Pink的每一位成员 都将根据自己作为品牌大师的活动日程参加活动 按照日程安排 这秀将于28日下午 2点30分出席迪奥系列 并在同一天晚上8点 Rolli将参加写着Laurie的系列 与此同时 珍妮将参加的香奈儿系列 将于10月5日上午 10点半剧香 由于新冠事件 大部分活动都将是现场直播或入播 但对于珍妮来说 不知道会不会将与同时 担任香奈儿全球大使的G-Dragon 一同参加日程 也引发粉丝们的好奇 尤其是两人在之前还被传出恋爱绯闻 因此两人是否会同台亮相 也备受关注 丽莎由于最近刚发行了自己的solo专辑 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前往巴黎 不过看这个活动 像是四个人合体 优想没有合 不过在9月24日的时候 布莱坪四人难得齐聚一堂 成员们更是跳起了 丽莎的主打歌曲 拉丽莎的舞蹈 帮忙打歌宣传 三人都笑的编舞 拉丽莎突然变得很可爱 珍妮 芝秀和Rose 也分别换上了不同色彩的 扎染脸帽上衣 上面还写着 丽莎的字样 Rose还透过自己的Tiki Chow账号 提出另外一段舞蹈挑战的短片 这次Rose和丽莎 原本看似正常的舞蹈挑战 到了第二段即兴发挥 便可以看到 Rose一边扭臀 一边往镜头逼近 不如其来的性感动作 让丽莎当场睁大双眼 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随后两人则是开心拥抱 为这支短片收尾 大赛团圆间的亲密好感情 时日作为solo艺人 发行了丽莎的solo专辑主打曲 而丽莎在发行后5月13天的 音乐录像带中 定机率突破2亿次 随后发布的副主导 马尔内现场视频 公开9个小时就突破了 1000万次 不亚于主打的热度 也确认了丽莎在主流 Cup市场内的人气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留言 爱豆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